8月29号苏芒在微博上晒出和女儿很美苏星瑶的合照,去年苏星瑶就在微博上晒出毕业照片,并配文写道,我毕业了,那几年刚好获得了国外留学的机会。 据说苏星瑶的高中,也是在法国国际学校就读的,名妇其实的法国婚姓美人,母女同框两人看起来更像姐妹,苏芒作为时尚女魔头,不得不说确实是朱颜有数。 据说苏芒的老公是法国的一名教师,虽不富裕但是生活平静闲适,苏芒表示,西方人很尊重女性,爱就是给对方自由,多晚回来都不会问,但是她会等你,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分配,在工作上可能,也是苏芒选择这个法国人的原因之一。 要知道苏芒出生于艺术世家,父亲是位作曲家,所以苏芒从小就学习古征,六岁演话剧,十五岁挑级考入音乐学院,十八岁出世级,满腹才华的苏芒没有选择继续在音乐日条路上走下去,时尚和书籍似乎更能吸引她。 九四年,一身材女标签的苏芒加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做编辑,而后她就在编辑这条路上越走越远,先后创发了了多本时尚戏杂志,最后更一跃成为时尚杂志的第一任执行出版人,再到后面苏芒发起的明星慈善业,坐上了具美优品独立董事,集团总裁的位置。 这就是一个工作狂,女强人,成为时尚节的大魔王,也将爱,时间给了能支持,在家里等她的男人,苏芹瑶从小寿,母亲的熏陶,不仅中文流畅,时尚方面也走在前线。 苏芒在天天向上中分享过苏芹瑶小时候的一件趣事,她不化妆就不肯下楼,问她为什么,她说妈妈都是化了妆下楼的, 这追求美的意识也是从小时候起的呀。 从苏芒刷出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,苏芯谣言之高,多彩多艺还有许多的代言,在微博上公布给某奢侈品台拍照片,得到许多大咖点赞,虽为工作狂。 但苏芒还是很关心家庭,关注女儿成长的,她曾在节目中谈及女儿童年,表示自己没有享受到童年乐趣,就因考虑孩子的感受,继续更多自由。 除了孩子,苏芒还以陪伴家人的时间太少向公司提交了辞职信,一直在家里等她的男人可以享受到妻子做的饭菜了。 苏芒这个说走就走的辞职,也给她圈了一大波粉丝,大家都认为家人是建立在所有基础上的东西,不要等家人都走了之后才想着去珍惜。 苏芒一辈子做了太多的慈善,忽略了家里人的照顾,这次也该好好回去休息一下了,毕竟培养孩子时间不多,还得且心且珍惜呢。